在人人追求仪式感的时代 送花成了一个屡见不鲜的现象 但是近年来 无论是庆祝场合或是毕业典礼 年轻人手上的花术 不再只局限于鲜花 而是多了另外的选项 那就是勾制花 这种一针一针 纯手工编织而成的勾制花 虽然没有鲜花香气 但唯一不变的是 送花者的祝福和心意 乍看下以为是鲜花 但仔细一看就会发现 它是没有生命力 但最近人气很高 有点小贵的勾制花 继承家族记忆 已有十年编织经验的潘佩如认为 每朵勾制花都是独一无二 且永不凋谢 不只是收花者的珍藏回忆 也是送花者的心意和祝福 看到红玫瑰 她想要送给她的妈妈 然后她也是跟我们讨论很久 她不知道送什么给妈妈 然后我们觉得 哇 这个小朋友 就是蛮小的 就是可能十多岁 哇 我就觉得她是 哇 就是对妈妈有这么伤心 就是想要买一个花 她想 我都觉得她想要买一个 不会凋谢的花 送给她的妈妈 编织勾制花工序繁琐 从一开始选定花种 广受欢迎的像是康乃馨 玫瑰或太阳花 接着依照针花的颜色 选择相应颜色的毛线 再来使用辫子针 中场针和短针等针法 一针一线的编织 然后使用热绒胶固定勾制花的形状 最终选择与花朵颜色相配的花纸 添上华丽包装 一整束勾制花需要耗费两天制作 而且过程容不下一丝疏忽 一旦出错 前功尽弃 如果说你做这个叶子的时候 25个斜的话 你就不可以在中间多加一个 就是你对应就不平衡 说到平衡 潘佩如和生意伙伴兼亲戚的黄美轩 也是一个绝妙组合 不善表达的潘佩如专心编织 外向的黄美轩则利用视觉艺术的背景 负责网络行销 互补的两人在竞争激烈市场 编织出一片花海 随着越来越多人跟上钩织花的一个潮流 黄美轩坦言市场竞争是变得越来越激烈 但是他相信只要用心制作时刻创新 就一定能在这个市场保有一席之地 这是我们的兴趣 我们愿意去用心去创新 就是做更多 就可能花不好了 我们可以做宝宝 卖衣服 就是我们其实之后也不是只会做针织花而已 就是我们会创新更多作品给大家 他们编织了梦想 正一步一步迈进 而在这勾织的过程也有了珍贵的体会 在针织的时候 我们拿着棒针的时候 那个力度跟那个 拿着棒针的力度是要衡量的 就是不可以太过猛 也不能太过轻 所以我们的生活就好像棒针一样这样子刚刚好 力度是这样刚刚好 觉得人一定会失败 一些挫折都会有跟真正是一样 我每次在这里都会想到 真的就是如果你心静的时候 你慢慢慢慢一步一步一步去做 你做什么 你再拆过 你再做回 那个地方一定是漂亮的 就好像你跌倒 你自己慢慢自己爬起来 一样的道理 八度空间实习记者叶俊框 刮拉雪兰儿报道